哈囉現在拍這個 就是粉絲分享的啦 然後 重點就在這邊 就是這個這個 你看 我們最近新賣的海王跨燈 然後我們那邊有客人 他也是剛好要來買海王跨燈 我跟你講啦 以後齁 你們只要看到海王兩個字就是 海王就是我們自己的品牌 我們有請商標權的 如果阿美一個類別大概只會有一個 比如說像防水跨燈 海王的這一組 反正以後你看到能夠加上海王兩次 就是我找不到最好的東西就對了 我才會貼我自己的品牌 然後這裡來 這邊有一個客人他 你看 他說換了燈 就海王的跨燈 換了燈魚變得超亮 這次海王的燈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白魚很白 很亮 然後 紅魚也漂亮 紅魚紅到真的很漂亮 其實這一支 當初我進樣本的時候 我們進試用的時候 我進12支 我用很多鋼 然後就是 突然跟隔壁的一支燈擺在一起的時候 發現說 哇幹 這個紅這麼漂亮 就覺得說 這一支 然後也用了兩三個月 就一切都很好 而且他是比較高端的啦 就是我們 成本是比較重的 但是因為我們直接跟工廠做的 找了一個中間一個品牌商 你們知道我做的意思齁 有很多東西工廠做了給品牌商 品牌商在賣我 他的單價就會比較高 但是我如果直接找工廠做 我給品牌商的價格 就是或者甚至稍高一點的價格 然後跟他要求 我就可以做得更好 因為 我們不用要求 我們就是要求品質 出現成本再來決定價錢 而不是說 我這個燈想要賣在什麼價錢 然後 我 我是中間商 我還要再賺一手 然後我再給 再給 經銷商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可以 就是 像這支燈 就比 愛諾芬的 全部都 各尺寸都便宜500 然後品質比他更好 那 愛諾芬的又一用到時候 如果 時間到了 LED大概兩年 兩年半就可以換掉了 因為他的燈 燈珠就這樣還會亮 他的顏色會跑 好 這是第一位 海王跨燈的 然後我們來看 第二位的 來 這支也是海王跨燈 然後這個圖沒有辦法放大 你看放大就這麼大 小幫手幫我放大就好 然後他這支點的是 過背金樓 他說 靈片 清楚立體的 這支 這張應該不是 這張是他的舊照片 啊對 這張是他的舊照片 他原來用的燈 水會比較紅 然後你看魚 你現在放大 這是他的舊照片 他用的舊燈光 魚是像這樣 有沒有 你不會看到很清楚的 靈框就是底色 黑色一色跟 魚的框而已 但是 你用的那個 艾諾芬的就變這樣 他水 水不會再那麼紅了 好 圖片太小了啦 不好放大 你看水感覺超輕的 然後魚的顏色變得很銳利 好 一條魚成形的顏色就好幾種 頭上的黑 塞蓋上的金色 鈴片的顏色 尾巴的紅度 都可以有不一樣的顏色 好 來這個是海王跨燈跟大家分享的 然後 這邊 來這裡 我們最近新做的那個野菜飼料 現在就是下沉的了嘛 那其實這個餵金魚 異形 還有 坦甘一克的磁雕 還是六肩那些都超好的 因為其實 坦甘一克很多的魚 他都是會去吃青苔 而且還有一個最大的差別 坦甘一克這個湖泊 就是什麼 什麼 捲背啊 六肩啊 天堂鳥啊 這些 蝴蝶啊 蝴蝶像蝴蝶的嘴巴 就是會去刮 刮青苔 越講越遠 坦甘一克是石頭 是一個石頭虎 石頭底的岩石虎 所以他 然後他的水清澈度又非常的高 因為他就像一個巨大綠彩的 巨大綠彩 有一些湖泊底下是泥啊 他是 都是岩石 所以他的水就很輕 水的那個穿透度很高 所以他容易長青苔 那些魚就會去吃青苔 所以我跟你講的意思就是說 像一些異形啊 有一些魚他們就適合吃青苔 然後這個野菜 還有金魚要吃蔬菜 就這樣 來 這客人分享的你看 他說野菜飼料一下去 金眼龍王直接衝出來 他說的是這隻異形 這個叫金眼龍王 這隻我就不太熟了 這應該比較 就比較稀有一點 他說 我養他到現在還沒看到 他這種搶食速度 齁 就是餵我們的野菜飼料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其實飼料好不好齁 魚的表現你看的最清楚 齁 你看他異形 他飼料撒下去 魚這種搶食的速度 因為他終於聞到 他想要的東西 他想要吃的東西 齁 所以你看魚就變得 超活潑了 齁 我給他回覆說 他說 你看 這隻魚他說 我終於吃到蔬菜了 青菜在這裡 有沒有 這個就 所以有時候我們 像那個飼料也是訂做的 就是 有時候我去找一些商品 還有訂做一些東西 啊就是 其實他又回覆很多訊息 因為現在客人 啊 什麼 譬如說他有幾尺鋼 有一個客人說 老闆我三尺鋼 想要買成 成 集餘變品的成馬 然後你 推薦哪一台 那我們就雞婆 我們又要問他說 你的過濾盒是什麼種類 拍照來看看 齁 有人如果講不清楚 就要拍照來看看 然後 譬如說他是三尺過濾 我們就會建議他買 他如果單與零 單與零的話 真的三千型夠用 但是我會建議他買五千型 齁 因為 預防衰退 然後他如果雙雨淋的話 雙雨淋四支管 那五千也還夠啦 齁 就還夠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是雞婆 就佔很多的時間 齁 然後這裡來 但是我找的東西就是 都是希望 就是我自己覺得OK啊 你們用了會有感覺 齁 就像這個客人他說 你看這是我賣的圓空雨淋管 齁 一支三十塊錢 他也沒有比較貴 那為什麼我選擇賣他 在這邊齁 他說圓空雨淋管 確實不錯 前段出水過小的情況 有明顯的改善 齁就是出水會平均了 齁 你的孔不夠 你的孔打得不好的話 就是後段 水塞在後面 然後在後段擠壓 後段出水會比較多 齁啊你的孔 如果做的比較好 他流起來流量就會比較平均 齁 圓空雨淋管 然後還有什麼 好這裡 齁然後還有客人 像這裡 4月13日跟我們買 龜藻球 齁 然後我送他一包 神奇碳 然後你看 這是他之前的水質 齁 那你看魚的尾巴會這麼紅 蝴蝶裡齁 如果你水質不好 他 魚就很容易發紅 整隻魚會這樣 這個是嚴重發紅 啊這個是怎樣 粉紅粉紅 粉粉的 因為他皮膚其實在 有點在發炎 他皮膚不舒服 齁 然後這兩缸就是對比 底下這一缸 齁 他才用兩天齁 這是4月15號回船的 齁 他說以前餵幾次 水就白灼 放了快樂球以後 穩定多了齁 他就放龜藻球 然後來來跟大家講 跟大家講這件事 你有看到我要拍講的齁 齁 那隻女王要撈掉啦 你看 那隻女王已經會吸牙 我跟你講你家的女王 或者是 紅眼鬍子 或者是鬍子一樣 鬍子不要買紅眼 也不要買雪花 盡量買藍眼 或者藍眼的白紙 叫做24K 鬍子 因為藍眼比較不兇 啊你家的女王 是最兇的 琵琶鼠啊 女王都不行 你看如果你發現你家的 鬍子跟女王 琵琶鼠 會油起來在水裡面這樣 悠悠晃晃的在那邊晃 然後過去給人家吸一下 沒吸到 又過去那邊給人家吸一下 沒吸到 只要會油起來 白天在那邊悠悠晃晃 那隻青道夫很餓了 很可能會攻擊你的魚 他在白天就會油起來了 像這裡 他在白天就會油起來 在水裡面這樣晃啊晃啊 到晚上他就會吸你的魚了 所以有時候他的魚 像剛剛有一隻皮膚很紅 有時候也是這樣 搞不好晚上睡都不能睡 你知道 因為這隻青道夫會一直吸人家的魚 然後 這邊我跟他說 小心女王會吸魚 這裡 你看我們看到忍不住 也是會再多提醒一下 這種小尺寸的很賊 熄燈以後會偷襲蝴蝶 好 然後這裡還有一位 來這裡這裡 現在都是龜桃 昨天我一直會拍這個影片 因為昨天齁 就旁邊的留言同時 老闆你的龜桃球真的太棒了 就是兩個同時間傳回來 所以我才想要分享 你看這裡 你看這個水現在 水草缸這麼清 清到像沒有水一樣 那你看他旁邊 這裡就是用那個龜桃球 那這邊客人的回覆在這邊 我在蝦皮購買龜桃球 真的厲害 真的快要看不見水了 謝謝招柴魚 這邊我說 感謝回傳 有放龜桃球的前後圖片嗎 為使用龜桃球 魚缸的圖片 這邊 他說他只找到這一張 你看 魚在前面 後面整個水都是白霧的 有沒有 然後 跟現在這個情況你看 然後這個客人講說 他買兩包 結果他這個圓桶只能放半包 結果放半包就清了 但是放了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慢慢慢慢採清 因為用的數量比較少 然後第二個 這種魚缸是因為他有底砂 水草缸有底砂 其實底砂也有 慢慢培訓的功能 只是說他這一缸 應該是一開始就 缸射缸 消化系統沒有起來 才會這樣 用了以後就好很多了 還有這個 這邊 這邊 這裡 昨天前去 櫃店 購買櫃店的龜藻球 使用後水只配得非常乾淨 感謝櫃店的好東西 我們都會很謝謝客人的分享 可以拍個前後對比圖來看看嗎 謝謝你 有前後的對比照片 感謝你的肯定恢復 其實我跟你講 我那邊的照片 就是跟客人要的 我們不會 我們沒有自己去做 做廣告 他說以前的已經刪除 他就找到 這是現在的 你看他用龜藻球 然後三五谷 其實三五谷 三五谷不用放這麼多 三五谷其實半盒就夠了 你放半盒 跟放三盒五盒的作用 其實都一樣 然後他的毛孔性又 只有龜藻球的五分之一而已 所以有時候 結果你看他的魚 嚇一跳 喔 靠 拜拜 拜拜 井裡鋼養 魚鋼養井裡齁 是很大的挑戰 因為井裡的排泄量超大的 齁 然後這邊 我有跟他說 原來是井裡鋼 排泄量大 綠材好不好 感覺最明顯 羊的不錯齁 人可以用外套 人可以肯定一下 他說真的很明顯 日後有需要 再去跟貴店購買 齁 我說因為 就要來一張全鋼 加過濾齁 然後他說這樣可以嗎 我說等於油開 比較好看 魚油的比較平均 比較會看得出來 反正畫面感比較好 結果客人他就拍影片 齁 然後這邊有放一隻那個 海王還是艾諾芬的殺菌燈 齁 結果你看齁 這個魚鋼幾尺 至少四尺 四尺 沒有大 四尺沒有大 可是這隻魚很大隻 我跟你講 魚是看體重算排泄量的 他這隻紅白井裡齁 這是四尺鋼 他這紅白井裡至少也有45公分了 可能比較假 然後你看他井裡幾條 一二三四五 這一條井裡可能就八九隻 八九隻藍獸 大概六 可能大概十隻藍獸 六七隻獅頭的排泄量 這隻最大 然後有這麼多隻 所以綠彩好不好用齁 他的感覺 就最明顯了齁 紅白又大又胖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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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這不小心弄到的 這個客人很好笑 他說 這個很燙算正常嗎 我說 嗯 因為海王賣到現在 海王小城馬這種 沒有人再說很燙啊 我說這個是放在水裡面的 應該不會燙啊 客人應該是在空氣中 讓他在空氣中運轉啊 然後再測試 結果久了就會燙 因為 城馬都是靠水吸熱的齁 來 好 就 就這邊就剛好 這 昨天的龜島球 就是回傳了 就有兩三個客人 所以有時候你看 這樣客人 他弄水弄清啊 就很高興 所以有時候有一些在 群組還是在社團的時候 講到綠彩 他就會說龜島球 然後又會被人家酸 齁 就會說齁 意思是說 唉 其實我有時候覺得很難講 你買五包綠彩 五送二 七包綠彩 四千塊 你說那個綠彩很貴 你用陶瓷環還是百米很便宜 可是你常在換水 第二個是 有時候你看客人魚缸裡面的魚 有的啦 一條 還是兩條就超過四千塊了 是我會覺得 你用綠彩 這個錢是刀口 你用好一點 養魚輕鬆 減少換水頻率比較穩定 齁 會 就在人的啦 你知不知道 所以我們的東西大概就是 用了你知道好用 然後沒用過的 大部分就是沒有用過的人在 在評論了 在酸了 齁 那有時候就會為了一個小東西 砸了很多錢 就 就有點神經病 那其實變平城馬我還不敢定做而已 但是我還沒有找到讓我覺得很滿意的 如果讓我覺得很滿意的我就會考慮 齁 因為有些沒有做台灣電壓 但是因為變平城馬你如果定做的話 它的單價又高 然後定做數量又要大 你搞不好定做一系列 就是五六個型號的城馬 你可能要花個八十萬一百萬 太可怕了 齁 啊這種小東西我就還OK 這個這個這個 我終於找到這個 雨林版 我改天簡單介紹一下 我記得要簡單講一下就好 因為還沒好 那已經 但是已經 討論到現在已經搞定了 齁 這裡 這個是抽屜盒的 抽屜盒為什麼要雙雨林 第一個 流水比較平均 第二個 加大過濾的水量 循環量 齁 那 加大循環量以後 還有一個是我們希望流水平均 但是就常常容易這樣子 新的白棉 一條管就只黑 只黑中間 黑黑一條 兩支管就黑兩條 啊他會慢慢平均沒有錯 但是 欸 效率就不夠好 然後 這一種 這一種 雨林版 我之前一直想要找 但是我就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他們做的雨林版都是 整片放進去 就放在白棉上 然後我會希望 我會希望這個 看能不能做 就是 就是 就是這個盒子看能不能 就是有一個卡榫 還是怎樣讓他就在中間就好了 你知道嗎 就是雨林下去的時候 要有一個空間 就是不要直接 如果你的管子很接近 沒有你的管子很接近 直接 從這個洞衝下去 就沒有那個意義了 上面要離一點讓他跑 齁 但是又不要貼在白棉上 他們外面在賣的都是這樣 靠腰的直接貼在白棉上 你知道嗎 貼在白棉上 他就 你下去那個洞就先塞住了 所以我跟 我就跟廠商討論怎樣 就是製作 來出現這個 有沒有看到這個小小的 角釘 他這一塊 這塊那個有五個角釘 你看 他就可以把 把白棉跟這個地方這樣子架高 就拉開那個空隙 就拉開那個空隙 有個縫 然後第二個是什麼 再來一個 這個廠商其實有做 他做這樣 然後我會跟他講一個問題 就是說 所以我很古衰 其實 你浪費太 一些 浪費太多時間 在一些小地方 但是就是 反正我也很變態 欸 欸 我剛剛講什麼 對 有時候你放這塊棉 沒有放好的時候 譬如說像這樣 這個他有一點點傾斜 齁 你就會這樣 這個改天 已經訂做了 做好的時候 我會跟你們講 你看那塊白棉 為什麼會這裡黑 這裡沒有黑 因為這裡比較低 這裡太高 齁 啊這個都你看 我們在試用的 就我剛剛說的這個產品 超讚的 你看 你可以站上來拍 他真的把白棉這裡架開了 用二一箱 讓水去底 留得更平均 然後底下他也有 架高起來讓棉不會塞 齁 所以你問你兩層 真的一個盒子放不了兩塊白棉 不然中間加一個這個板子也不錯 然後 第二個就是 對像這樣 我幫你接過來 齁 齁如果你的棉沒有塞好 還是怎樣 你的板子 比如說你的板子 傾斜了 齁 好來 我們去前面 如果你的板子 斜斜的 那 等到棉有點塞住的時候 等到棉有點 如果你的板子有點斜斜的 還是怎樣 前傾後傾 等他有一點塞住的時候 他水是不是會容易流 就流下去 流到這個接縫處 所以你看 我特別在請他做這個 看得到這個嗎 這裡這裡 他再給做一個盾 做一個鍵 把它框起來 所以水 要流到這裡 要流出去之前 他又會再稍微回流一點 在這邊滴下去 滴在白棉的位置 而不是走到那個邊緣 從 像這樣 如果你沒有做這個盾 他就會走到這個邊緣 從這個邊緣 沒有到的地方直接流下去 這樣效果就差了 居然要做就 他媽的變態一點 浮水一點 所以你看我做好這個板子 厲不厲害 我跟你講 台灣製造 雷射切割的 然後高材質的壓克力 透明度這麼高 然後 再做絞釘 再玩再做 你們現在看到這個應該就是 我們是第一個 第一個公佈他的 就是再加上這個框 讓他水不會流掉 齁 那 這一塊架會大概在 因為他這樣子做起來 就是工錢太多了 所以 現在是250 暫定是一片250 但是我還在喬 我就是 就 就 就還在那個 因為你做的這麼 我跟你講 如果不要這個框 不要這個框 可以賣 不要這個框 就整個平的 你不要加這個框 可以200塊就好 但是你加了這個框 他單價就會比較高 齁 但是到底要賣 賣多少 我在想一下 其實就是 現在就是 你利潤幾十塊 然後 萬一是在 蝦皮賣 再抽個11% 5%的發票 就16% 有沒有 就有時候 利潤都被抽光了 好 反正這個就是我 最近在 研發的東西 不只這個還有 還有別的 下個 八 七月底吧 今天幾號 十幾號 七月底會到很多 就是很不錯的東西 好 先賣個關子 到最後再跟大家宣布 好 掰掰